他懂什麼東西 批發市場的需求 来提出我们的建议 昔日跟柯P共事 时任北农总经理吴英宁 翻出一张2017年的旧照片 让柯文哲的争议更加扑朔迷离 时间回到2017年10月 当时担任北农总经理的吴英宁 回想起应小微来到第一果菜市场会刊改建案 跟在他身边的顾问 就是如今被羁押的办公室助理吴水明 文英宁今年初角逐张化立委失败 但还是擒跑基层把钢琴 他看到柯文哲目前处境似乎很有感触 当时为什么不采纳一个更适合市场运作 但节省经费的改建方案呢 是不是因为如果采纳了这个方案 就在预算之内 就不会超出原本的预算 这话说的虽然因为时间轴再拉回到2018年 时任台北市长柯文哲接受质询 就因为这提问瞬间被点燃怒火 当时脱口说出贪污 没想到几年后柯文哲真的深陷风波 对此揭稿前致电民众党无人回应 而外界也推测果菜市场可能就是下一个弊案未爆弹 究竟他和威京集团牵扯有多深 就待减掉抽丝剥茧 马上新闻综合报道